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其中一个备受注目的热门话题 除了刚刚落幕的保华工会代表大会以外 我相信就是大家所关切的AES 自动执法的争议 其实AES自动执法是按照英文质疑过来的 严格说起来更贴切的中文翻译 更容易使人明白的应该是测速照相 这个跟台湾地区甚至是其他一些国家 包括澳洲甚至是欧美国家等 其实没什么两样 问题是在于今天 当有关部门在推出这项政策的时候 有没有先做好足够的宣导工作 那么同时呢 普罗大众本身对这个议题 尤其是这个AES 执法到底我们所了解的 我们所感到疑虑的 有没有一一的给予理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作为前任交通部长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或许针对有关议题 提出一两个关键点 这对于我们民众 进一步认识这个AES 或许有一定的帮助 那其实今天最大的争议点 第一那就是为什么 AES必须要外包 必须要由私营公司 其实是两家公司外包 这是第一个 那么一般上 我们大家都习惯的 接受的 任何政府的执法 当然不可能外包 不可能私营化 但是唯独这个例外 这个当然是引起争议的 第二点呢 那就是有关这个AES执行的 所谓说执行就是指呢 在某些地段设置这个 照相 测速照相的 这些地点 那到底有多少个 到底以什么为准则 还有这些地点呢 所限的时速 到底又是多少 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切的 第三那就是 到底这项政策的执行 是不是意味着呢 就加重人民的负担呢 那么这个当然 又有一种不同的说法 其实这三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如果呢 透彻的来了解问题 我们当然会发现到 AES测速照相 那其实在国际间并不陌生 但是呢 当我们说必须要外包的时候 那这个是 我认为 直升当局呢 必须得要说清楚 讲明白 必须得要呢 真正的 把这个问题的 一律呢 加以理清的 因为毕竟呢 我们如果是从国外 直接 购 直接 这个 购置 有关的 这个仪器的话 为何不可呢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执法当局 有没有足够的人手 来执法呢 这是另外一个 那么还有呢 那就是 这个AES的执行 是不是只是为了 要减少车祸事故 发生率呢 这个当然 是现实的说法 这个是 现在呢 有关当局 尤其是交通部 一直在 宣导方面呢 所强调的 这个并没有错 那么 问题的证捷 其实呢 是出在呢 我们如果 把这些AES 测出照相呢 交给 有关 有关部门 尤其是JPJ 陆路交通局 来执行 这个会有问题吗 这个是必须得要 由有关当局 给予清晰明确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 那到底 他这个时速呢 那个时速应该多少呢 这个呢 其实交通部是必须跟另外有关的部门 那就是工程部 或者是 或者是 这个部门 必须得要做好 准备工夫 必须得要真正的 在这方面呢 协调好 因为毕竟呢 在不同的路段呢 会有不同的时速 更何况 更何况呢 那么 AES测速 测速 测速照相呢 其实 当时最早的 建议呢 是仅限于 事故 事故 发生率呢 偏高的地方 所谓的 车祸黑区 那么 那么 当时的鉴定呢 是 确实只是 400多个 那么 现在呢 忽然间 比方说 超过这个数目呢 那么就必须要有 有关的 执法当局 那么 说清楚 讲明白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 民众有权力知道 至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 到底 这个测速照相 AES 会不会说 加重人民的负担 那这里头 我们看到有两种声音 一种呢 就是说 你没有违法 你肯定呢 不需要担心 接到罚单 不至于说 就会让你 遭受呢 这个 钱财的损失 另一方面呢 也有人说 因为呢 多加了这些 所谓的 测速照相 在特定地区 那么这个当然呢 可能就会 使一些人士 驾车人士 那么因此呢 因此 要受罚 其实 严格说起来 我们当然呢 前者的 这样的一种 见解呢 其实 无可厚非 我们必须要 关注的一个关键 就是到底 那么 这项 测速照相呢 其实 它整个项目的落实 那么 对于呢 我们 一般上 时常听到的 所谓 执法人员的贪污 有没有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协助 遏刺这种歪风 第二呢 那就是 有没有真正的达到 所谓 降低 车祸事故率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 这是第二点 第三呢 那么 才是呢 那么这个 对于整个 我们公路安全 的贡献 到底呢 有多大 那么 这个都是我们大家 所共同 探索的一个问题 那么 至于所谓说 外包衣服 这个问题 当然了 这个牵涉到 所谓说 我们 政府的 这个公款 有没有真正的 好好的 加以运用 有没有浪费 或者是有没有 让某一方 从中取利 这些都是我们 大家 共同关切的 谢谢